名人同学会我们今天带您看看的是经济部长尹启明 很多人对他印象呢是笑咪咪一个慈祥老爹的感觉 而他念的交大呢同学就说 那么呢这个尹启明念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是个大帅哥了 而且功课好个性很正直 那么呢有时候呢如果看到同学说话不震惊 他还会跳出来 他是同学心目中的风气鼓掌 俊秀的瓜子脸浓眉大眼的模样 这张毕业照其实就是现在经济部长尹启明念大学时的模样 当年他可说是交大六三级计算控制系的班草 而和他同班的连强总裁杜书武说 尹启明当年又帅功课又好 这就是部长了非常清秀 本班大文好每回作文得奖总在四个等以上 有麦布之称另外一个代号叫马祖金 主要看柱子就晓得 因为他家的住址是马祖金245号 麦布的马祖金这些都是尹启明在交大念书时的绰号 在杜书武的记忆中尹启明其实不爱出风头 但个性却非常正直 班的同学大家这个言不及意 然后有一点比较脱轨的时候呢 他就会出来好像老师一样说你们不应该这样 现在是怎么样真正这种情形 所以后来大家就叫他风气鼓掌 大家会很怕他吗 不会大家会很 马上大家就声音就静下来了 然后很shock 大家心目中的风气鼓掌 尹启明在大一时写的文章 就充满对社会问题的探讨 尹启明想为国家做事的热忱 在18岁就表露无疑 除了使命感 杜书武还报了尹启明念书时的一件糗事 在台北办了一个舞会 那时候不能开舞会 那舞会是会被抓的 所以我们在楼上开舞会呢 他就不跳舞 但是呢他就要跟人家上台台北这个新鲜一下 所以呢 后来我就说 我就说那这样子你负责看门 他整场都没这样去跳 对啊因为他不会跳舞 然后好像也不晓得 反正他就说 但是他说我可以做事啊 我说好那你就 你就去看门好了 看门的风气鼓掌 如今成了台湾经济的总舵手 前所未有的经济风暴中 杜书武觉得尹启明选择接下重担 那种勇敢让他不禁红了眼眶 我想跟他讲的是说 这个经济风暴 第二季应该就换了个人 而台湾的经济应该会往上走 然后我们会跟他一起打拼 会支持他 对 在产业界支持他的力量 有没有要他加油呢 他要加油 因为他很辛苦 也率不尽 他一定会过 但是我没有 他已经别过了 王军一周 他一直在温哥 原车 可亲 明 我们